觀眾朋友們 要讓我們歡迎從奧迪里車上下來的就是 戲劇女神 陳奕涵 陳奕涵在2009年擔任連續劇《痞子英雄》以及電影《聽說女主角》後知名度大開 而且還曾經以 Love 愛 一隻軍中樂園入圍了金馬獎 而今年呢 她入圍了多項大獎 這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影集版 她就是電影版的女主角 在2018年這個騙子更是當年度電影票房的冠軍 今天她來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 真的為典禮增加了大大的亮點了 女神好 女神好 哇 大發姐姐 好久不見 而且今天這整身淨裝 好漂亮喔 是褲裝耶 帥氣又俐落 對 想說來參加這個盛會 就難得就是來頒獎 所以就穿得比較隨心 除了頒獎之外 因為妳也是電影版的女主角 那這一次呢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影集版 如果有很多 妳有沒有特別要對哪一個人 或獎項來信心喊話 好 希望雨薇可以順利拿到那個 有打到妳是不是這個角色 我覺得很感動 演得很好 好 謝謝妳來當頒獎嘉賓 謝謝妳喔 謝謝 女神裡面請 謝謝 低級的 各個клад個